每日一次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妾字 妾意的妾 妾字的国语注音是 妾业妾四生妾 妾四生妾 妾字的本意是心满意足 如妾意、妾心、妾怀 都是这个意思 而妾当则是说恰如其分 只是如今多改用成这样的恰当了 对于妾意一词 如今也有人把它写成了 写意这两个字 因为写字也有消除的意思 如诗经被封、泉水偏有 下言出游、遗血我忧 剧中的这个言字是语注词 没有什么含义 而写字就是含有消散、解除的意义 全句的意思是说 驾骑马车出去游玩一番 好消散我心中的幽闷 又如诗经小雅、陆消偏有 既见君子、我心血系 这里的血字则是有发疏、疏展的意思 而且在我国上海一带 把逍遥自在、不受拘束的行动 也称为是血意 可见血意和窃意的解释是颇为接近的 和窃字阴形近似的还有这一个窃字 这个窃字的国语注音也是 七叶窃、四生窃 窃是用竹子编制成用来藏物品的用具 像书窃就是小的书香 窃眼是观小狗的笼子 窃寺是收藏文书或衣物的香子 而窃扇则是比喻失宠的妇人 就好像弃制在窃中的扇子 已经不受重视了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这两个窃字都不可以念成 甲或侠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